欢迎回来 美国纽约市连续一个星期的长命雨 再加上星期五的一场暴雨 让当地多处爆发闪电水灾 部分地区的巴士和地铁线中断 影响上百万名通勤族 纽约州长霍楚尔宣布 纽约市长岛和哈德逊河谷地区 进入紧急状态 纽约市长亚当斯也对所有市民 发布出行警告 还预告大雨将会持续下去 促请所有人保持警惕 大水从地铁天花板落下 淹入轨道 这就是纽约市如今的场景 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豪雨 排水系统不胜负荷下 当地多处爆发闪电水灾 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更是严重瘫痪 巴士地铁不是中断 就是延迟影响上百万名通勤族 从这个月初截至星期五 纽约市的降雨量达到了349毫米 这也是纽约市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9月份 由于灾情不见乐观 纽约州长霍楚尔宣布 纽约市长岛和哈德逊河谷地区 进入紧急状态 纽约市长亚当斯也警告 大雨不会那么快停下 促进所有人待在家中 我说到所有 New Yorkers 这次是时间为肯定的 alertness and extreme caution if you are home stay home if you are at work or school shelter in place for now some of our subways are flooded and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move around the city this is a dangerous weather condition and it is not over and I don't want those gaps and heavy rain to give the appearance that it is over it is not we could possibly see 8 inches of rain before the day is over 创激路的降雨淹没了 纽约市的下水道系统 导致洪水迟迟无法退去 根据负责运营纽约地铁系统 和地铁北线通勤铁路服务的 纽约大都会交通管理局指出 洪水对地铁系统和地铁北线通勤铁路服务 造成了严重干扰 一些公交车路线也被迫放慢行驶速度 导致乘客被困几个小时 严重影响通勤族的行程 其中一处重灾区位于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低洼地区 积水渗入住宅已偏狼藉 当地居民纷纷抱怨政府没有提升市区的排水系统 几乎每次下雨他们的住家都会遭殃 如果情况严重 他们还得亲自手动排水 纽约市星期五的洪水是上个星期席卷美国东北部的飓风奥菲利亚所残留的暴风雨 除了纽约市 飓风也对北卡罗莱纳和新泽西等州造成大面积停电 根据美国气象局预测 当地一些地区在近期可能还会迎来50到80毫米的降雨量 有些地方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感谢观看